如果我们讲我们是中华民国 就保平安嘛 你打什么 我们是中华民国啊 对不对 这个道理真的非常简单 但是保平安能不能够 这个很长久呢 有一种可能 不能长久 有一种可能 就是什么时候 他要打你中华民国 就是你认为中华民国 是他要统一你的时候 将来面对的问题 就不是你独不独的问题 将来会 早晚会面对的 统不统的问题 下班的聊一聊 下班看你聊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台湾两岸事务的权威学者 指点江山的赵春山博士 好不好 欢迎赵老师来 掌声如雷 好 你还吓一跳 还有我们的下班甜心 雪宝 嗨 大家好 老师好 我汉哥好 第一题就先问雪宝 第一题就问我 你第一次看到赵老师 对不对 你电视上还帅 对不对 赵老师可是明星球员 我最佩服男丑打的好了 对不对 你知道吗 赵老师 难怪老师有粉丝的困 玉树临峰赵春山 对不对 指点江山赵春山 老树 不是玉树 老师第一次来我们这个节目 对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叫 我常常看你们节目 好 我们这个节目叫下班汗你聊 所以重点不是这个汗 是这个聊 还有下班 所以完全是一个放空的状态 我现在就听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天 下整个放空 好不好 你这几天睡得好不好 你这几天睡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还好 还好 常常做饿 你能睡了没有 常常做饿 能睡了没有 能睡啊 我刚开始被搞得有点忧郁着 你 火气有点我忘了 你上礼拜嘛 好是上礼拜 对啊 不上礼拜 四啊 礼拜五嘛 礼拜五 礼拜四 礼拜四 是 就 赵先生老师被写了一篇文章 范士平也是老师 然后他说 赵老师这个常常往返于两岸 这也是事实啦 因为他是两岸的学者 又是远景基金会 还有这个 这个亚太基金会董事长嘛 所以呢 像马锡惠 我在新加坡的现场的时候 赵老师也在 好 那也是马前总非常倚重 也不止马前总总 历任的总统 还有这个我们台湾的重要政治人物 都会倚重的两岸的学者 确实有分量 而且确实非常熟知两岸事物 但所以呢 熟知两岸的事物 当然会往往两岸 那范士平老师就说 赵老师他 在疫情之后 去了大陆好几次 那是两次啦 因为老师有上我节目讲过 那回来以后 你看怎么就来讲 郭台铭跟侯友宜 什么样的见面啊 可能可以谈得成啊 显然是贤命 要促成这个 所谓的侯郭配啦 或是郭柯配啦等等 在野的整合 但是赵老师说这不对啊 我往往两岸 我没有在传达这个 所谓的 被贤命做什么事情 或是传达什么指令 我又不是中国大陆这个 所管控的 所指挥的 所以赵老师就决定 要去提告这件事情嘛 好 大家这个礼拜看到新闻 你们都知道 可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这个新闻的事件的背后 其实赵老师是真的非常生气 因为我光是看我的手机卷信 大家知道他是 学保你知道老师 传简讯给我是几点吗 不知道 半夜3点46分 我怎么知道 你没有睡嘛 对不对 没睡了 那你是干嘛 我以为你明天才看啊 我想拿下半夜把你弄起 不是 那问题是你没睡啊 我没睡是 你3点46分还不睡 那你一整个晚上在干嘛 我昨天晚上站在家 生气是不是 有一点 我是有点生气 因为我学生 那大嫂没有叫你去睡觉吗 大嫂没有吹你赶快睡觉吗 没有 她不知道我在干嘛 她不知道我在干嘛 她不知道你在生气 我失踪了她都不知道 因为她那个晚上11点钟 人家传给我这个脸书嘛 因为我想这个事情蛮严重对我来讲 对不对 我这辈子都是从事这个两岸交流 跟智库 刚刚韦翰讲的 那你今天如果这样一搞的话 我就不是 我就变成共谍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而且大陆又介入选举 我想大陆看了这个信息 它也很火大 根本没这回事 大陆最近有没有介入 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 但至少没有经过我介入 是不是 没有经过我介入 所以我当时我真的非常信心 而且是我学生 是我学生 我教了学生多少 我从我28岁当讲师 就开始教书了 对 我现在已经 我教了70岁 是不是 那之后教了有四十几年 我从来没碰过这种事情 后来我自己来检讨一下 我觉得 我们以前讲叫传道授业 授业 那上课你给学生一些专业的知识 但是我们多忘了传道 你应该是教学生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不只光是教专业而已 所以我自己也在想 现在其实很多老师都这个样子 因为他很忙嘛 上课上完就走了 也没有时间再去告诉他一些同学 作文处事的道理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会自己也自我反省一下 我教了真的很多很多学生 蓝的也有绿营的也有 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情 学生对我都蛮好的 我在学生里面很受欢迎 我跟他们一起玩 打球 你刚刚讲 唱歌 对 我真的都是相处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没想到会碰到这种事情 年纪那么大了 还要被一个学生这样来 对我的忠诚度 你可以讲我这个私生活 各方面我其实我都不会很care 但是你讲我的忠诚度 这个东西跟我工作就有影响 那表示我以前从事两岸交流里面 我都有富有特色的任务 是不是 我这边是贤命于老共 贤命于 这个罪名太大了 太大了 那老师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 这么多天了 那有跟你联系吗 你的学生有跟你联系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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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他在别的友台里面 他自己跟我讲出事 他自己也 我当天晚上我也打 我真的很气 我就跟他讲你怎么这样 那他有回吗 你当天晚上就有找他 有啊 不不 賴他还是什么 传选讯息 我是传讯息 我没有 我是传讯息 我没想到他 你有他的电话是不是 有啊 当然有 我同学嘛 我有学生嘛 有学生 而且对不对 而且他 像我们东亚所 所以你传给我3.46分之前 你有先传给他 我也有传 那你传给他什么 你说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 对你怎么会这样子啊 老师不是这样 老师不是共谍是不是 对对对 那然后呢 他有回你吗 然后他就 他就也传给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你 现在可不可以跟你打电话 我说半夜你们跟我打什么电话 我说不行 就用传嘛 然后我就说我要告你了 我要告 我说在法院里面讲 我说你这样对我伤害太大 然后他就说奉陪到底 我听了这句话我就有点火了 他回你奉陪到底 对 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那个好 那我就不讲了 我就不讲了 我就把静音 我怕你又打来 他有跟你致歉吗 没有 但他说他打电话来 因为半夜所以你说不方便 然后你说他说你要告他 就是他说奉陪到底 对 回简讯 对 感觉就是很硬就对了 是啊 所以你是看到奉陪到底更气是不是 我气上加气 没有更气 他没有跟你道歉哦 没有 到现在为止没有 而且我那时候很气 我不是跟外界讲 我说我一个礼拜就不接受访问了 原来很多访问都取消了 包括赵好康 赵阳兄的节目 后来我有很多朋友 我同事还有我的学生 一直LINE给我 一直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这样就上当了 你一定要出来 因为他在友台里面 他不但还在讲 我这边就闭嘴了 闭嘴了鸡飞城市 那我就说好了 我干脆我要出来给自己了 对不对 给自己个公道 也没有人出来公开说来支持我说 赵某人他是忠诚度没有问题 也没有啊 所以我就给自己 那我就有两个途径 一个法 司法途径 一个就是我 因为我原来我在媒体的关系 非常非常深 你晓得吗 我是当年我是联合 中史中央三个报纸都当过主笔 我也主持过广播节目中广 我最早跟李涛 我们那时候 李涛那个是尖锋对话 我那个是两岸话题 是我们中广最早最早的 后来才有所谓call in节目了 因为最早是在中广 我那时候在主持节目 电视我也主持过啊 博星电台 那个赵宜那时候在博星的时候 还找我去主持 所以我跟新闻界的关系 非常非常密切 所以我朋友很多啊 我只有透过媒体 透过媒体来还我一个人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给很多人惹麻烦 因为很多工作单位 这个很多长官 我也不想给他们惹麻烦 我干脆我自己来 那老师你在讲说那个 就是事情发生之后 感觉没有人出来帮你说句话 你心内心是希望谁能够 比如说之前的服务过的单位吗 还是谁能够出来帮你说话 他们不可能 他们不会 我也很 你说远景跟亚太是不是 那更不可能 像这种事情 另外这几个单位 我想你上Google就晓得嘛 对不对 他是非常敏感的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嘛 是不是我才要一定要告到底啊 否则了不得了这个事情 是不是 跟我言公 那老师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范世平老师他在写那个文章的内容 我想大家可能 他但没想到那么复杂 对 他就写结问号 说是不是去见了 对 那他只要上法庭的时候讲说 我完全就是我没有说他是啊 我是说怀疑会不会是可受公平之事 那赵州安老师又是公众人物 不是 所以可受公平 公平 国家的忠诚是不容任何怀疑的 你要怀疑我 你要拿证据 你说怀疑不行了 你说我怀疑你 那你要拿证据出来 你那个怀疑从哪 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去大陆 去大陆你就怀疑我受大陆之命吗 因为我去大陆 去大陆多了 是不是 那你跟律师谈 律师觉得怎么样 会不会 因为工坊上有谈论到这个部分吗 就如果对方 对方坚持说我只是文章写了以后 合理的质疑 并且没有说辞打上问号 我并没有指控对方是共谍 我只是怀疑说会不会是受到 这个中共嫌命来促成郭侯佩 因为这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所以他这个是不容怀疑的 忠诚度不容怀疑 那怀疑的话 那我以过去我所发表的这个文章 我所接受的访问 都是贤命 接受命的指令 都是贤命的指令 这怎么能够怀疑呢 很多事情不能怀疑的 如果是什么东西都加问号的话那完蛋 我上次我上你节目我也讲 出了个什么案子 我说我怀疑是你 我怀疑加个问号 任何案件我都怀疑是你 我如果对你不高兴 或者我跟你有什么冤仇 每件事我都怀疑你 这是我的理 那你没完美了 所有案件 我第一个检举 我说我怀疑是你 你怎么办 国家的忠诚度更不容怀疑 好 那赵老师这件事情就委托律师来处理 我现在都不想多谈 就让律师来处理吧 是不是 让律师来处理 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东西 我比较遗憾一点是他现在当老师 他现在还在台师大当老师 他怎么面对学生 怎么面对学生 他将来怎么教课 我觉得正是个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我透过我这个案子 将来到司法途径 我要让所有的教书的老师 当他们在外面发言的时候 他变成一个名嘴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他自己的身份 因为你要跟学生你要做个榜样 是不是 尤其是不要你水口乱讲 他讲的也很妙 他说我怎么会谈 我是研究两岸 怎么会来谈总统选举 这个是荒谬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谈 我为什么不能关心呢 是不是 任何国民都可以 任何公民都可以关心 何况 我是搞政治的 我是研究政治学的 我不讲 我比他更有资格谈 他是研究 以前叫北群研究 或者叫大陆研究 我是研究政治 是吧 我是从政治搞成区域研究 我为什么不能谈选举 而且我可以谈很多很多 对不对 谈政治文化 谈政治社会化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不能谈 他呢 我们谈谈总统好了 总统选举制 全世界两党制 一党制 内阁制 哪天你说你够这个谈 我们来谈 我跟学生讲这实在是很丢脸 我告诉你 我当老师人 这个都 我那天有点难过是 是我要告他的时候 我有点难过是 这个我一辈子没有上过法院 没有上过所谓的这个告人 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竟然会告学生 这是很奇怪的 对 一般人会觉得很无聊 你怎么告学生 没办法 你只要还我公道就好了 我也 因为我也不想 因为这件事情 就毁了人家一生 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好 我还是选择会 只要还我公道 我也不会跟他计较 随便你 对 本来就没来我 本来就没有来我 就这样 好 今天 对 节目一开始 就先让老师 把这个心情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老师我知道 邵老师你看3点46分凌晨 传讯息给我略栽工 都过4点了 就很生气 所以我刚刚在问说 我朋友也不多算你懂 有没有睡好 我们就关心你身体 好不好 你看老师 这么的音挺帅气 其实 我们邵老师比马英九还要大了4岁 真的 比郭台铭还要大了4岁 所以郭台铭是山西人 老师是山西人 是啊 所以他是山西老大哥 是他 他是老大哥 你说完全没有影响不可能的啦 至少胃酸全涌 因为我本来就很瘦 肠胃也不是挺好 一火大 我胃酸就上来 你说有没有影响 当然也会有影响 因为我平常我日子过的 你晓得我日子过的很舒服啊 老师 年轻的时候打篮球是明星球员 好不好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 两个缺点就是 射球太准 不断得分 第二个就是女球迷太多 我刚刚也在想 应该是这个 然后来 现在就打高尔夫球嘛 我现在打高尔夫球 我现在打高尔夫球 老师高尔夫球是pro级的 没有啦 我高尔夫球老师被人家痛哉了 然后这个老师还会很会打麻将 没有 当然会打麻将 你不要讲这 那是当年 我老早已经退出马坛了 真的吗 这个不能讲出来 退出马坛多年了 我是写一个麻将跟正直 在我写一篇 中国时报写一篇麻将跟正直 所以老师的生活是非常精彩 我要唱歌啦 我很喜欢唱歌 我现在还在唱歌 唱歌也非常好听 歌手级的 他做什么像什么 学者就是权威学者 打牌就是赌神阶级 打球就是明星球员MVP 对不对 赵春山 直点江山 多么快逸人生 没有 所以不要不高兴好不好 我们来谈谈这个 而且今天看到学宝 对不对 太开心了 好 那我们请学宝来 这个给老师提问好不好 好 来 因为我们请教老师 还是两岸议题啦 包含政治 我们先从两岸开始问 好啊 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新做的一份民调 我们请学宝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也跟老师提问 对 然后他的调查时间 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他是2023年8月14号到15号 然后他的就是老师如图 这个圆柄图来看 台湾人统独倾向 对 统独倾向 对 统独倾向 那是偏向台湾独立的接近五成 然后维持现状大概二成六 然后统一的人大概是11%左右 11.8 你怎么看 这个好像是我老朋友游一龙 游一龙 那他现在很多人 我看他开始他要防卫自己 因为很多人对他这个命题 认为有引导的作用 有misleading 有误导的作用 那我相信这个殷龙 我跟他蛮熟的 而且他以前是东方大学教授 他是个政治学者 他是我认为他是用他的这个 这个处理的过程 他是用科学的这个方式来处理的 这点我对他不会有任何的质疑了 那至于会不会起这个误导的作用的话 我想任何一个民调不可避免 都会有机构效应 对 而且你的命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我不予评论 但这个主张台湾独立的 你说这个会高这么样的数字 我想主观愿望 因为台独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 你晓得吗 什么叫独 有法理台独 事实台独 事实独立 法理独立 因为大陆常常给他分什么 柔性的台独 所以你一问这个概念的时候 一想到台湾独立 它主观愿望里面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想那么远 当你想到你如果说 你现在是法理台独 再加上其他这个 因为你法理台独 所以会导致这个 会不会导致外力 后来会导致中共方面来武力入侵等等 那你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样了 有很多这个 那现在问 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年轻人 台湾要不要独立 他如果没有看很清楚 他一定是要啊 一定要 因为他对这个分辨 这个概念是没有什么 正理里面每一个概念 我觉得基本上都必须要给他一个清楚的定义啊 你一下维持现状这个概念不一样 大陆的维持现状 跟马英九时代的维持现状 跟蔡英文时代的维持现状不一样 而且我判断到了明年选举以后 这个维持现状的概念也不一样 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用简化的方式跟大家讲 马英九、蔡英文跟现在的 马英九时代它的这个就是不同 互独互武 互武 对不对 那你现在蔡英文这段期间 他有个台独党纲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就这个跟马英九时代就 他所谓的这个不同是一样的 那你这个不读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很多人你说你既然不读 为什么还要一个台独党纲呢 对不对 那到赖兴德他如果明年选上 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他唯一的自己认为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对 所以他那个你说我现在不读 大陆也不会相信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 大陆他不会认为你是 他认为你这个现状不对 他认为现状就是这个统一前 他认为那么一国两制是这个统一后 他认为现状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是他的一个部分 所以是定义上不同 这个定义都不一样 好 刚刚赵老师一开始跟我们讲 因为这段时间关于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边民调 往路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讨论 对啊 会引起争议 对 然后刚刚老师讲 那我也跟老师的看法一样 就是你可以对他的这个调查方法 你可能不认同 但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还有一位那个董事长 我也很熟 他是长期做民调 他又不是这一次才这样 所以你就不用去纠结 你可以不相信他 对 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讲说 你不用去纠结说 他这一次的问题设计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 对啊 那你可以看看上一次 就是2023年的2月跟8月 这中间半年前他做的时候 台湾独立的这个选项 就我们不讨论他的民调的问卷设计方式 同一个机构同一份的询问方式 得到的结果 差不多 我们一起做比较好 你看多了 是 对 多了大概快5%啦 4.9% 对不对 就是说认为台湾要独立的 其实我也不太能了解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他内心怎么想的 像我的想法 我常跟张老师在聊 我的看法就是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嘛 对 那我们是中华民国 但是现在在台风金嘛 所以呢我们也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 可是我那个中国 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是这样想法 那别人跟我想法可能不一样啊 他这里面有一个 希望两岸统一的是 11% 12% 有没有 那希望两岸统一的人 他是不是觉得说我们可以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我也没有细咎去问这些人 但可能这也含在里面啊 因为 反正中国大陆现在就强嘛 那联合国台是常任理事国 那经济一体 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一体 军事也强 所以合成一起 那两岸合可能又更强 所以认为两岸应该统一的人 10% 200万人 也不少啊 对不对 那维持现状 跟台湾独立又有什么差别 我就要跳到这一题 我直接来询问 因为今天我们有请网友跟赵老师提问 那雪宝来 你直接先问这一题 因为这一题跟这一个 其实蛮很相近的 主题有相近的就这个 来 问这个 好 那我就替这个网友 AAA 来问一下老师说 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什么这个 有各种不同的给你这种毒啊 给它不同概念 对不对 你说华独 你看华独 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是这么回事 你把它简直成华独 大家会注意到那个独子 你知道吗 大陆来讲你就是 他不承认你中华民国 当然不会承认 对不对 他说你这个主权独立 他说你就是华独 其实不止大陆 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接受到这种说法 我看到海外有很多这个 你不要搞台独 你也不要搞华独 台独就是台湾全部独立 华独是你 他认为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 那如果这样你认为我华独的话 你要搞清楚 中华民国是成立 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早 对 那我怎么要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认为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认为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的 我中华民国现在还在 那我也可以承认你共独 或是什么独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也不能说他是华独 因为华独有时候跟我讲我们的一样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 只差几个字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我今天好好来请教赵老师这一题 也请各位网友来听看看 因为赵老师比我们都更了解 中国大陆的现况跟他们的想法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也一直很想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赖清德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相信在早年他当国大代表 举着台湾独立万岁的牌子的时候 他心中想的应该是台湾共和国 因为民进党的台独党康 是要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是台湾共和国 有这个名称大家去看他的台独党康 后来为了要让阿扁能当选 在1999年的时候又出来了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他意思是说台湾未来的前途有2300万共同决定 所以就说民进党可以顺应民意 民意如果要我们独 等台湾共和国 我们就独吧 如果民意说不要 中华民国就好 那我们也不用宣布独立 所以台湾前途决议文 跟台独党康合在一起 就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就是 中华民国台湾 国号是中华民国 对外称台湾 国家就是这个台蓬金嘛 这一块 虽然宣法未改 也没有积极主张要去把中国大陆的 失去的领土给收回 所以就不攻击中国大陆 也就不打仗 但是要防卫避免被打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是属于一个 国号叫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国家嘛 那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中国大陆以前说民进党搞台独 我们是不能忍啊 反分裂国家法 但如果我们 国民党的支持者 又或者是非蓝非绿的支持者 中华民国 派的中华民国国民 讲说我们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坚持 会不会被视为滑毒 然后等同就有一天也要打你 这其实是台湾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 那大陆它的官方 跟民间的看法可能有落差 民间也有无统派的人 弯弯必须死 这我们就不论了 因为那是网友的意见嘛 我想请问赵老师就是说 你所了解所接触的中国大陆的官方 或者是特别现在目前 习近平还要再往后五年 他的看法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中华民国 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也还有十几个邦交国 也还想要参加世界的卫生组织 这些国际的舞台的时候 会不会被视为滑毒 会不会导致两岸必须战争 如果你今天是中华民国的话 我认为他没有理由 我只要让他讲 他不会因为你是中华民国 而打你的 你是滑毒 不来打你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么就是涉及到像求二共识一样 我们认为我们的一个中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 但是你如果宣布台独的话 实际上你台独就等于是从 按照我们的说法 是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台风金马 你金门马祖也是 如果他也宣布独立 也是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的 那大陆他认为 因为他认为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里面特别讲 我说当台湾要宣布 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问题 我们就要处理它 那是违法中华民国宪法 因为台湾能够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的话 金门马祖也可以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 澎湖也可以从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你懂吗 所以对大陆来讲 所以你讲中华民国 他没有什么道理的 因为我们认为中华民国 地区还包括你这个大陆地区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是的 他怎么能够打你 跟当你想台湾从这个 这个中华 要宣布独立 在他认为是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去的时候 跟中华民国从 应该这样讲 台湾从中国出去 跟中华民国从中国出去 对大陆来讲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您听了我的话 我听懂啊 所以 老师你刚刚讲的关键是说 你认为中国大陆官方 只要我们坚持中华民国 其实老师这个讲法就是马前中隆的讲法 是啊 马前中隆就跟你学的嘛 不是跟我学的 这是宪法 对 这是宪法 所以我理解就是说 我们坚持为中华民国这件事情 我想更直白一点 我们大家下班和你聊 大家都已经下班了 也不想动大脑 对不对 保平安啊 如果我们讲我们是中华民国 就保平安嘛 你打什么 我们是中华民国啊 对不对 这个道理真的非常简单 但是保平安能不能够 对不对 这个很长久呢 有一种可能 不能长久 有一种可能 就是什么时候他要打你中华民国 就是你认为中华民国是什么 是他要统一你的时候 你懂吗 他连这个尊重也不用给 或是他也不可以 因为他已经甚至比美国更强的时候 对 他要统一的时候 他就顺手把你收了嘛 因为是统一钱 我现在要统一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一直认为 如果两岸将来 因为台独啊 我们现在连 就是所谓的这个法理台独 没有人敢啊 甚至没有人不敢 现在连耐心者也将来也不会 可是将来面对的问题 就不是你独不独的问题 将来为早晚会面对的 统不统的问题 对啊 老实清楚啊 因为现在没有人想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统不统这个问题啊 是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 早晚会面对 因为中国他现在把统一 当作他这个长城的目标嘛 但不是现在 但是为独而来犯台的时候 是现在马上会发生 马上会发生 所以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将来我们只要坚持中华民国的话 你大陆上 你硬要把中华民国 这个跟大陆统一在一起的时候 你在大陆上是讲不过去的 所以所有坚持中华民国的人 他这个坐在意志 他能够凝聚我们的共识 可是你为了台独的话 那很多中华民国派 他不见得在为台独打仗 但你为了中华民国的话 那情况就不太一样 那当然你主张台独的人 他难道他不会中华民国打仗 你现在的名字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 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建交了 是跟中华民国建交 不是跟台这个台独建交 不是跟台湾共和国建交 今天老师我太高兴了 因为其实我很很喜欢 而且很希望大家能够 谈清楚两岸定位的问题 学报你随时有什么话想讲 你就加入好不好 那老师其实我要问你就是说 因为我过去跑总统府嘛 马前总的讲法我是很清楚的 但因为随着他的时间的一个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状况跟他当总统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 最重要是因为2019年的1月2号 有一个习近平的 告台湾同胞书49年谈话 对 他里面更清楚了 我们也没误解嘛 他未来的长远方向 10年 20年 30年 到2050年 难道我还收你不回来吗 总是要统一的 就是所谓的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就有一天 台湾变成是大陆 使用一国两制像香港一样 的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是台湾特区或者是其他名称 那这件事情 台湾有很多民众是说我不要 就即使中国大陆有高铁 有经济体 有大国 是第二国 我就不想 那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那这个就靠每一次的总统选举 所以我才讲 选县市长的时候 内政经济环保议题重要 选总统的时候两岸是第一 所以如果你国足定位问题不清楚的时候 就会吃亏 那今天在这里的台湾独立跟维持现状 75%当中 我很难细分怎么样 可是老师你要知道 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的认为如果我有错 老师你可以纠正我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拒绝统一就是独 只是分阶段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台湾共和国 那叫台独嘛 可是如果拒绝统一 一直要维持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不同的 所谓特殊国与国的话 他也不能接受啊 李登辉时期他尚且都要打飞弹 要生气 那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已经飞国海峡中线 等到哪一天他的军事力量 比美国更强的时候 他就随手把你收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坚持我们是中华民国 这个事情只能保一时的平安啊 并不能保长治九万五十年 一百年两百年五百年嘛 没有错 老师没有错嘛 没错 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你要我们坚持中华民国的时候 他想要统一我们 我们不想跟他统一 对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 那他要出兵 师出无名 我刚才已经讲了 第一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邦交国 这有一个两个邦交国 我们在国际人格就有 而且这些国家都是跟中华民国建交 而且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 就有中华民国 而且我们中华民国现在还是 所以你要跟我们谈的时候 你要跟中华民国来谈统一的时候 所以他现在是提出一个一国两制的案子 那我们现在没有提出来 我们现在没有提出来 所以将来的问题在这里 会面对这个问题 他要来统一 他说我要统一 我有个案子 就是一国两制案子 那你有什么案子 巨统 对 你有巨统 我们国统 国统钢领国统会已经没有在运作了 就没有运作了 没有运作 所以现在的问题 我最近村雅夫 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成都会议上讲 他说你们老是 台湾老是说我们矮化你的人格 对 我们两边这个地位 对啊 我们可以透过谈判来解决嘛 他这样提这个说法 那换句话 当我走到谈判的时候 你用台湾 你这个理不直气不壮 当我用中华民国的时候 我是理直气壮 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成立比你早 而且我没有灭亡 因为以前很多人 大陆上很多人认为说 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那些讲中华民国 你去大陆也这样跟你讲 有啊 有啊 我有很多大陆一些 他说中华民国灭亡 我特地邀请他到台北来 真的啊 看看中华民国有没有灭亡 不是 那跟你这样讲的人 他真的觉得中华民国不在了吗 不是 他说中华民国现在是个流亡 这是官方说法吧 1949年已经在南京 对 说个拜 大陆过去 我认为几个朋友都这样 他说你中华民国已经灭亡 但这种说法现在慢慢慢慢慢慢 比较少了 别就比较少了 他不提中华民国 他避免提中华民国 现在就变成这样 不是 老师我的意思说 跟你讲这个大陆应该是学者吧 学者 学者 大陆学者他应该知道吧 他只是说官方跟他们要求 必须对外口径一致讲中华民国不存在 对 他讲中华民国 但他当然知道说 就是代表中国 我们那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他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像马英雄讲的 我互不否认 互不承认 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所以我是认为你今天跟大陆 如果早晚你要走掉 要不要两个路 一个战争 一个和平 和平要对话 那对话你自己要站住脚 你自己要站住脚 你如果站不住脚的话 像我刚刚讲 我们建筑中华民国 我是站得住脚的 但当我们内部自己都在那分化的时候 那你怎么站得住脚 对 我们内部有人想要 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刚才想要这个 这个法理台独 是不是 有人把我们现在的国民 原来是中华民国很简单 要把改成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觉得这个都是多此一举 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 当你描述一个 我们的国民是中华民国 描述个现实 我们中华民国在哪里 现在中华民国就在台风金马 你讲这台湾不行 台风金马 你还在台风金马 理论上是这样讲 是不是 那国际上面 我相信很多人认为 我台湾可不可以代表中华民国 当然可以 台湾为什么不能代表中华 华府可不可以代表美国 可以 OK 北京可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啊 我一样跟你讲 当我们讲三边关系的时候 是不是 三边关系我们最怕 老师 讲什么 我们也是中华民国 中中美关系 所以我们简直就是台美中 老师 那你不能说我用台 就表示我要独立 不是这个意思 老师你讲到精髓了 你讲到精髓了 华府就是美国 北京就是中国 有什么不错吗 对 所以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有什么不错呢 年轻人 对 所以我才跟你讲 重点在这里 因为蔡英文总统 跟赖清德副总统 他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个 孤宽敏的建国制宪 是啊 他连宪法也不修了 对 国号就到中华民国 他讲得很清楚 因为可能很多 就是非常恐惧 或讨厌民进党的 这些网友们跟选民们 你没有在注意 赖清德2017年就在做准备 他准备要选总统 他从台南市的时候 不然怎么会有一个 台南市长讲 我亲中爱台 亲耶 抱着亲的亲耶 他的意思就是 已经把台湾跟中国大陆 分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 两个国家了 但是中间隔了台湾海峡 可是呢是兄弟之邦 就不坏民的说法 希望和平相处 也不diss对方 但是不要打仗 那最大的差别在于 大陆觉得我们两边是一国 可是民进党的说法是 两边是不同国 可是民进党没有要改国号 现在没有要改 他就叫中华民国 嘴巴上讲 台湾是要满足这些 这可能就是 另外比较偏绿的 平谱的这些选民 可是老师我强调这一点 蔡英文那些人都说 不改国号 那他其实也就是 站稳中华民国这个立场 那我照这样讲的话 中国大陆不能打民进党 不能打民进党执政的台湾 因为他没有改国号 他还是中华民国 对 所以当这个时候国民党在 讲说民进党执政 对岸会打来的时候 年轻人就confused 如果民进党是台湾共和国 国民党是中华民国 所以台湾共和国上来打 中华民国上来不打 那我们能理解 所以民进党当选还是中华民国 你说他打 那是怎样 所以我们的选举 是被中国大陆操控的 他说谁能当选 谁就当选 所以反而民进党的票 更催更多 可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问什么 就是他有个态度党当 你中华民国既然是一个独立国家 你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台独党 这个台独党 基本上他是要自宪建国 他是台湾共和国 他是台湾共和国 可是台独党当在前 台湾决议文在后 他后来他虽然没有非到台独党当 但也就宣称都不执行了 问题在这里 你今天已经做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下宣示 你还留下一个台独党纲 因为让人感觉说 那个是你要将来要奋斗的目标嘛 是不是 你要干嘛 为什么阿伯要把国统党给 因为国统他不要那个桶子嘛 不要桶子干脆他就说不要了嘛 就没有了嘛 对 那你这个台独 你留在那个地方台独 所以我一直讲 你表现你的诚意 既件事也要把台独党当废废掉 如果你真的认为中华民进党 对 让民进党废掉台独党当废 非常简单 我告诉你 如果说今天 如果民进党今天说 我就是中华民国 当你认为你是中华民国 你没有台独党当废的时候 我老实告诉你 那个时候你要称台湾OK 你要称台北OK 反正国号就是中华民国 国号就是中华民国 我们常常写文章讲台美关系 台美关系 为了辨别 我想中美关系 有时候会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用台美关系 那你也可以说 老师我懂你意思 那你是不是搞台独 你现在虽然讲中华民国 国号不改 但是有台独党当废 你随时怕那个猫上桌以后 就要偷吃鱼了 还没张口而已 我只转过去看 你就吃了对不对 所以你是担心 所以你民进党如果改掉台独党 你就没问题就對了 OK 那还是有差别 你改掉台独党 你将来的国民 就不要那么麻烦 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不是个名词 中华民国是在台湾时 描述你这个一个现实 这是个现实 他不是个法理的 对我们在宪法里面 没有一个名字叫中华民国 老师那如果到时候修宪呢 修宪第一个可能改国号 改成台湾共和国 那危险了 大陆可能要打 那危险了 第二个就是不改国号 但改我们的疆域领土 主权领土 领土疆域 就本来我们还有神州大陆嘛 对 那如果变成中华民国是台澎金嘛 因为中华民国1945到1949 来台湾 那李登辉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现在状况就变成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澎金嘛 台湾等于台澎金嘛 没有这个广州 北京 山东 上海那一块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从刚刚谈到现在 大家应该说 赵老师的这个两岸议题 有没有 浅显易懂 深入浅出 我们请雪宝 让大家投票 也请老师选 好吧 来 雪宝 好 那就请网友来投票 你支持两岸未来如何发展 第一个是台湾独立才是王道 第二个是两岸一家亲 统一才是正途 第三个是 现在就已经很满意了 支持维持现状 你会投哪一个呢 我加一个好不好 我加一个四 好 就是坚持中华民国 因为台湾独立才是王道 这也会confuse 有人觉得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嘛 那对 就是 我就直接讲就是坚持中华民国 对 不搞台湾共和国 坚持中华民国下去 应该有这个 如果四是这样的话 那网友看怎么样选 对 老师你呢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这没关系啦 因为老师你是两岸的学者 你又这么权威 你觉得 你跟大家讲 你觉得两岸 最能走得通的路是什么 还有你自己希望走路是什么 好不好 我自己最希望走路 坚持中华民国 坚持中华民国 我不放弃统一 我不放弃统一 为什么不放弃统一 因为我基本上我是伯統纲领牌 因为早期李登辉总统 当然后来李登辉他改变了他也很多做的想法 我常常用这个来形容 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我老师叫马克思 他讲马克思有中年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跟老年马克思 我今天想想很多人研究李登辉 其实李登辉有青年李登辉 中年李登辉跟老年李登辉 我非常敬佩他的中年李登辉 正好当我老师那时候 是借机用人李登辉 不是 他那时候国总干领 他是希望 他有那个想法 希望中国将来是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 我是认为中国历史 我看中国的历史 一定是分酒必合 合酒必合 我们今天这个几乎是个历史 一个规律 一个规律 你现在想改变这个 你要想改变对岸13亿14亿人物 它不见得让你改变 它不会让你改变 这个东西有时候你不能主观愿望 不能主观愿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个人的一个 我的主观愿望 我是希望将来中国 民主自由 自由民主均富的同意 对 那个中国是我从小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想往的 当然很多人 台湾也不想 就像你是不愿意承认中国人一样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中国人 那我就腔调 我就是中国人 这个没个看法 中国人 但是我是身在这个祖籍山西 身在广西 中国就这样 然后成长在台湾 我对这个概念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 可是我在国外上人家跟我讲 Where are you from? 我认为I'm from Taiwan 我从台湾来 因为我讲中华民国 它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搞到泰国缺和搞不清楚 中华民国 Roc 有时候PRC 真的搞不清楚 无畏的方便起见 台湾 这个不改我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立场 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吵来吵去 其实很没有意义 只有俯视我们内部的团结 你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来就好 你刚刚讲的一点不错 对 你宪法 我常常说宪法 谁说宪法不能改 谁说不能改 大陆改了四次宪法 现在1982年宪法 我们台湾修了七次 对 为什么不能修 但是我们知道现实你修这个 会给台湾带来的麻烦 台湾人是很聪明的 而且修宪门槃 很高啊 很高啊 太高了 很高了 所以不能这样做 否则的话 很多台湾如果说 主张独立的人很多 那你干脆嘛 你把国民也改了嘛 老师你刚一讲 这个选项又多出第五个了 还是吗 这个民主自由的两岸统一啊 对啊 因为现在大陆不是这个状态啊 所以很多人不要啊 因为你这个两岸一家亲喔 对 两岸相亲没有错 两岸一家亲是我们大家相处 两岸肯定是一家亲啊 一家亲啊 那你这个统一才是正确 你这个统一那个概念啊 是什么样子的统一 是被 两岸一家亲的情况是 我被你统呢 我统你 我被你统 或是互统 对不对 就是水到渠成了吧 水到渠成 对 我强娶你 对不对 你强架我 或是我们两个情形同一合要结婚 那不一样啊 所以大陆他其实 可是老师我插一句话 可是你讲的这个vision 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伊甸园 一个乌托邦 对 如果中国大陆也是民主自由的话 大家讨论的基础完全不一样啊 没有 对不对 包含了言论自由选举 然后自由法治这些东西 大陆现在目前看起来 台湾民众就是觉得 跟我们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啊 对吧 你不要认为是个 乌托邦 没有人认为在八年代九年代 认为苏联会解体 谁认为苏联会解体 谁认为柏林围墙 在一招之下就倒下来 谁想到 我跟你讲 我到柏林去去参观 你能不能 当然中国人不是 跟德国人是不一样的 可是中国这个历史发展 很多东西 你不要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可能 武昌起义革命也是一朝 一晚上起子就变了 俄国革命也是一晚上 这个 这个 列宁哥了 一下子起子就变了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好 那老师 如果在中国大陆他改变 因为 其实马前仲也很希望改变 对 对 因为他是湖南人嘛 老师是山西人嘛 是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家在台湾都已经这么久 大家彼此都是家人 不要去分神级什么的 可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他的 他的意识形态 还有他的想法 确实不一样 都要互相尊重 那马前仲总他认为说 两岸第一个不要战争 第二个要互利 第三个要交流 那未来哪一天 如果有可能统一的时候呢 绝对是一个 对等而且互利的统一 就老师刚刚讲的 如果中国大陆都民主自由了 也是中华民国这个制度 能选取的时候 我相信台湾 忽然发生说 也没那么讨厌的人就多了嘛 可是在他出现那样子的 状态 在台湾你每次面对一次总统选举 你得在那个状态 已经符合台湾多数民众愿意统一之前 你必须有一个态度出来 否则国民党越选越输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对两岸关系 为什么我觉得台独是把你的危险 自己摆在前面 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你对自己的制度 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各方面你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跟大陆 我们就是良性竞赛 良性竞赛 大陆也会变 你不认为大陆是不会变 我们现在看到大陆跟几十年轻 我看大陆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啊 是不是 那台湾呢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自由民主 对 你台湾是有自由 你民主嘛 你能够拿台湾这个民主作为一个标杆吗 做个示范吗 泰国游位啊 泰国游位总理啊 泰国很多军人嘛 那是70年代有个总理叫 朱拉隆工大学的教授叫谭宁啊 你去查Google知道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发展中国家 你要达到民主化的目标 两个基本的条件 你要有民主的政治文化 要有个政治文化 第二 你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结构 我们家的制度 你觉得是民主吗 很多人对司法不相信 你看媒体找电视办 这个座名叫司法 第一个不相信 很多人对新闻媒体的自由不相信 我们的制度真的是那么民主吗 是不是 自由没错了 我很多人开玩笑的 台湾人这个自由 已经自由到可以妨碍别人的自由 是不是 自由没有 但我们是 我们能够做一个标准吗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政治文化 像这个选举 你就看得出来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能够做个榜样吗 结构也不完美 文化 我们需要自我完善 我用大陆这样的数量 我们要自己完善 那才能够做为一个 将来做一个指标嘛 才能够希望对方也跟我们一样 大陆他有他的民主啊 你怎么想他不强调民主 他是社会主义民主啊 所以应该这样说 两岸将来要找出大家共同的一个发展 如果要统一一定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道路 这是一个蛮长远的一个时间 一个蛮长远的时间 最后将来就是哪边是良性 哪边是具有优势的 我们以前是具有很大的优势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一个很长一个时间来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等吧 那你何必急的 你这个时候就好 我要宣布台独 好 你要台独这个本身 在我们内部就有问题了 你内部自己就分化了 对啦 老师 现在真的要宣布台独的人几乎是 你看像 对 你看赖清德和蔡英文也没有啊 既然没有 为什么不在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像像刘耀昌那个讲 在我们中华民国体制之下 在我们中华民国国民之下 我们大家自己来自我完成 对 等待老师我要问的就是这个 等一下给学博文追和问 就是说你看 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副总讲中华民国台湾 她嘴巴上这样讲 就像你出国会讲Unfront Taiwan一样 她并没有要叫大家以后 我们的官方的这些官生啊公文 都改成中华民国台湾没有啊 她并没有改 她只是 你们这一天不是讲那个 今天国庆 我知道 因为那个我也常 我跟老师报告 因为我专门研究这个 我每一年都去中午前面国庆转播 她的英文叫做Taiwan Natural Day National Day 但是她的那个Flag左边是这样 英文右边就讲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二年国庆大典 中华民国国旗一百一十年都有啊 所以她就是中英版本嘛 中文写中华民国 英文写Taiwan 那所以你要说她完全去掉中华民国 或是改国号 她其实 好啦 我知道有一些国民讲师在讲说 我们叫中华民国啦 谁跟你中华民国 台湾 可是你一天到晚激烈表述这个议题的 跟这样的回答那种Response的时候呢 你会去激怒台派 讲台湾怎么了 讲台湾就更小吗 反而就大家都做出虚格 他们就乖乖投给民进党了 你说八十八枪 鸡蛋 什么这个污染 弄半天她还是投给民进党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懂了 对不对 就是国除认同的问题嘛 对 你这个东西 你如果为了选举 那我们很多问题都不能谈 可是老师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么深水区就是 好 老师你刚刚讲这些 两岸要和平 对不对 公民党更能交流 对不对 没有执政你要怎么办 是 你得执政才能带领 你要代表政府你才有办法实之务实嘛 没有错 那你一直不执政的话 那两岸你说台湾越来越危险 不就国民党没执政吗 我完全 我同意你的看法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认为 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我坦白跟你讲 你不要去提什么 这个 在这个九二共事里面 在那绕圈子 你还不如拿到政权以后 你就应该教育 你拿到政权以后教育 你不拿到政权了 是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 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以前就是拿到政权以后 你没有在教育 而反而民进党他拿到政权以后 他在教育 所以不断地教育教育 就积非诚实 譬如像九二共事 很清楚很清楚 他根本一国两制两回事 没有人去注意 老师你有看《三国演义》吗 我最喜欢就看《三国演义》 张飞每每一出场就说 君师真神人也 对不对 我到他边问九二共事 你就知道我要讲九二共事 最后一题请学保问九二共事 真的 我们网友真的是来问九二共事 他说九二共事现在众说纷纭 然后又更是一次说了三个版本 所以请问九二共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他真的是两岸目前交流的最佳解放吗 没有九二共事 未来谁当选总统都不可能交流 到底很简单 因为对岸 因为交流是我跟你的关系 对岸他是把 他有他的条件跟基础 他是把九二共事当作个政治基础 那九二共事是什么东西呢 对岸 他有他的解释 我有我的解释 但是你不管 我不管你的解释是什么 你也不管我的解释是什么 我们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来谈 就是我们两个 我常用这个例子 我们两个一起祷告 你是教友 我也是信基础教的 我们不管这个上帝长得是什么样 也许我的上帝长得是黄皮膚 你在美国嘛 受洗 美国他的上帝脑袋里面小的 一定是蓝眼睛的告密 不管 我们两个一起祷 阿们 我不问你那个祷是什么 我也不需要你把他请出来看看我们 但是你们一起姓祷 我们一起姓祷 就是那个祷 九二共事 就是这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 问题在这里 因为这个样子 你失去了很多东西吗 民进党就说 因为你九二共事 你举个例子 问题在这里 老师 我唱个话 所以现在蓝琴德讲说 国号就在中华民国 他就用中华民国 就跟大陆交流 其实也是这种意思 对不对 因为蓝琴德现在也讲 国号就是中华民国 对 那中华民国就是九二共事 一中的 我们这一边的中华民国 是 所以他也是类九二共事 是 可是问题是 问题在这里 因为九二共事 对方已经放到他的党 他报告 党章 我们国民党 也放在 也有 所以在对我们国共来讲 这可以吧 是不是 那因为现在大陆 这个民党 他不承认九二共事 其实我跟你讲 在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 他已经把九二共事 不谈九二共事 他把九二会台里面 他讲了两百多个字 几乎都有了 他以为能过关 以为能够过关 对 所以就没有过关 因为大陆他就没有互信 大陆没有 主要是他 没有讲出 对一中这个东西 因为当那个马总统当时 他最重要一点 他当九二共事 讲了各表 他接受摩西哥这个太阳报里面 这一点他讲的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他说我那个表 我不会表到台独 台独 不会表到两个中国 不会表到一中一台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果然 听赵春山指点江山 有没有 学宝我们觉得今天对不对 如获宝山 没有了 原来是春山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弄清楚而已 那老师你以后有空要常来我们这边聊 对啊 我看你今天看到学宝 你表情这个线条柔和多了 是吗 我原来是很僵硬 不是吧 你这两个天心情不好 希望你心情好了 还好 那也希望各位网友听赵老师跟大家谈 可能是比较尖色 就是又艰难又深色的 尖色的两岸关系 其实听赵老师讲 哇 如沐春风 因为你是春山嘛 Spring Mountain 如沐春风 如入宝山 赵春山 我是怀疑 我讲的拜登 那个 观众是不是还是听懂 我是想 不会啦有一半是听你 有一半是看学宝的 所以没差啦 还是有人 那就请老师下次有空再来聊 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边 好 那谢谢赵老师的两岸教室时间 下次我们再聊 OK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看 很高兴这个节目 好 大家要记得订阅 下班和你聊的频道会员喔 要比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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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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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